問題是關於世界有災難 或自己有災難時 在那個時候 人總會很容易擔心 憂慮 埋怨慎 甚至說到若白 都會在過程中有怨氣 不明白 首先我會說 若白一整眼中是異人 但他不是一個完全完美的人 他不是耶穌人 他總是有他的軟弱 若白有軟弱不代表神不夠好 去到這些位置 即是有意外 家人離世 或自己有危險 生命危險 我們就怎樣看生命 當我們知道 首先 火災不是神引致的 是人的問題引致的 這個問題在哪裏發生出來 我們不知道 世界上所有的問題 都是因為人反罪而有的 有很多人覺得 我是壓在環境之下 環境壓著我 所以我就辛苦了 所以他一到困難 他就擔心憂慮 不開心了 這就是普通人的想法 聖經的看法就是 麻雀神都會看著 何況是你們更貴重 普通人就是被環境壓著 但當我們已經看透了 我就算經歷到最大 我自己也想過 最差 最差 真是沒錢 沒得吃 餓死 或者是 折磨死 或者是有嚴重的疾病 或者被火燒死 什麼都好 但是 我知道神在我生命有期間的話 當我一路信靠神 神是喜悅的 就是因為我已經覺得 神已經知道這一切 神已經超越一切 所以就算我心理準備了 有些事發生 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些恐怖分子如何接磨人 我就在想 或者有一天 接磨我 我也未靈 但我就會說 你每一分的折磨神都知道 神都會紀念 我就把神的恩怜放得最高 我亦都想到 最差 最差的時候 神啊 你接我的靈魂 本來應該接磨很久 神啊 你接我的靈魂 減少我的痛苦的時間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相信神會照顧我 知道我一切 這就是我們平日日常生活的信心 建立的信心 而我們很重要的是 我要觸實這個世界 我一樣東西穩妥 我有健康 我有家人一齊 我有家裡住 我才有信心 感謝神 而我已經預算了 就算有困難 是人生必定會經歷的 不緊要的 無所謂 當你越是這樣 你越不怕 有些事發生的時候 越不怕 就是說 最差最差的就是 病 痛苦 死亡 這個都是遲早 每一個人都有 人對於有些人 明明很年輕 可以做的工作 死了就有很大反應 當然這真是痣 尤其是親人更加好痣 會有這種反應 但當我們想通 其實那個人八十歲死 和三十歲死 是否真的有很大分別呢 你可以說 有些人覺得 他又賺了很多錢 吃過很多東西 享受過很多 最後又有兒孫滿堂 做好他所做的事 然後死 又好像死得比較好 好像圓滿結束 但是不是真的如此 耶穌也是三十三歲 但他很圓滿 所以這是對於人生的盼望在穩妥的環境 還是在我們能夠榮耀神 我們的生命享受神的榮耀神 當我們注目在神,就算有什麼事發生 我們都會覺得不重要 這就是一個角度問題 就是看東西的角度 當我們看重這個世上,自然會受苦 但當我們看重神,就說不重要 就算受苦又怎樣 當我們這樣想通了,就可以不受影響 這是我們,但我們看到人受苦就不是這樣 我們就要看出他的痛苦 接立他的痛苦 他痛苦,我就接立他的痛苦 我自己就盡量化解他 我曾經說過ABC處理情緒的方法 其實這個聖經也一樣有的 A就是發生的事情 B就是信念 BELIEVE C就是CONSEQUENCE A就是ACTIVATING EVENT 一件事發生 引致你有些反應 你的信念 同樣 我們也聽過有些被恐怖分子殺死基督徒 或者他的家人 他的信念 就是 為何神幫我 為何我會受這苦 神不記得我們 他就會埋怨 因為他的信念 就是一定在信念之中 才是神外外 但耶穌說了 將來一定有人捉到會堂 是審陪你們的 是必然的 所以這不是神失信 而是神告訴我 是必然遇到的 當人說 這是必然的 當他受迫班的時候 他不會看得那麼負面 這就是我們要 就是你觸實是神 還是觸實環境和你有的東西 這個就是 當你一看透這件事 看透這件事有個好處 雖然現在我周圍有很多好的東西 我太太 我有的經濟 我有的學問 教導 聖靈充滿 可以教導人 幫人 我有這些一切 但這些如果我觸實 我失去一件事就會很慘 但如果我觸實神 反而我就會很輕鬆 不要緊 在神的手中 神會保守這些東西 我所得的 你為我持守 我只是善用我生命 發揮我生命 我注目在 不是保守我自己 而是注目在發揮我生命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我們有多少財富 有多少享受 有多少家人 而是最重要我們要觸實神 如果你看透 這是需要時間的 你看透 你就不受影響 那你的心就會豁達 就會鬆 這個是一個 完全不同的 對世界的看法 角度 不容易的 因為當人有困難 當然是有害怕 有擔心 但當你一看透 我已經遇到聖經 說了 有災難 很多基督徒 很難釋放 為何有這麼多災難 其實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已經說了 將來一定有很多戰爭 有很多紛爭 很多假基督 有地震 有饑荒 瘟疫 這些聖經已經說了 你已經遇到有 我已經遇到有 所以我不會覺得驚訝 這是必然有的 我只是說 我有多少時間 我就善用 那些時間祝福人 這就是生命的觀點 為何緩徒受這麼多迫迫 很多人都是殺死的 但為何他們能夠處理到 而最初你都是怕死 這就是生命改變 就是眼目看哪裡 跟神的關係 當我們看眼目在神 你今天開始 你就說 不要緊 我一生神已經計劃好了 我走在神的路一定無福 就算有困難都不要緊 你想通了 我以後就是善用我的時間 每一個人不同 有些人是做傳導 有些人不是做傳導 你做普通工作 但你一樣是傳呼音 這樣你將你的生命給耶穌 我經常都榮耀神 我跟神有好的關係 你已經 你將生命給耶穌 神就起越你了 你拿一種生命的改變 所以我們每天祈禱 不是神啊你幫我 快點病醫好 神啊幫我做這個處理的問題 我們祈禱 不應該在這個 你可以 但你不要只停留在這個位置 在提到應該怎樣的位置 神啊多謝你 你這麼愛我 你愛世人 你這麼大的恩怜 我活在你的愛中 求神都幫我有憐憫的心 憐憐這個世界上的人 求神你的憐憫臨到 醫治他們 改變他們 更新這個地方 興起更多人去服侍你 以天國的事為憐 並讓我們的心 走向神的路 不要緊的 我面對什麼困難都不要緊 當你這樣祈禱 和心都鬆了 怕你又沒問題 被人罵完又不要緊 什麼困難又不要緊 你的心 每天都這樣祈禱 你的心就很鬆 但你每天都說神啊 你快點癒我 我不行啊 很慘啊 你為什麼這麼久都不來 那種是智聯的祈禱 你未必鬆的 但你每天都在神裡面很鬆 你越來越祈禱 你已經看透了 你覺得無所謂 生也好 死也好 反而神會給你更長的時間 因為神要善用你 但那些人越怕死 就越多苦 越怕死的人 越多苦 越興灑的人 越興起樂 越平安 這就是你看透了 一看透了 生命 跟神結念 這一定是跟神結念 不只是思想 是神改變了生命 你的人就會不受這些影響 那你就會鬆 鬆的話 身體又會好些 心情又好些 整個人會改善 戰鬆 將會感受到